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有兩宗消息要和大家分享 第一宗消息 根據英國內政部公佈的最新數據顯示 在今年的第二季度 一共有30,600人 申請了BNO簽證 累計已經有64,900人申請 可以證明 移民潮的確客觀地存在 第二宗消息 在過去這星期內 台灣的金門縣 一共接獲三宗大陸偷渡客的個案 最新一宗又是 承搭橡皮艇偷渡 最後我就想講講關於 香港垃圾徵費的看法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 有關於BNO簽證的 批給情況 根據英國內政部公佈的最新數據顯示 在今年的第二季度 即是從4月1日到6月30日為止 一共有30,600人 申請了BNO簽證 人數比起第一季 略為減少了 3,700人 自BNO簽證計劃開放 至今為止 累計有64,900人申請 整體而言 超過七成的申請者 已經獲批給了簽證 根據這個數據 網絡上有些口癢人說 只有那麼少人移民 只有65,000人也不夠 根本上這些人 完全荒謬 為甚麼呢 因為 65,000人這個數字 只是說 在這五個月裏 申請BNO簽證的數字 今年還未完結 所以 根據這個趨勢 今年之內 會有超過10萬人 申請BNO簽證 移民去英國 而且這個數字 還未計及到 有部分 大學畢業生 會申請到加拿大 又或者其他人 從不同的途徑申請 其他的移民簽證 以及 有部分人 他本身已經擁有了外國護照 拍拖子就能走 所以 你說 純粹這個65,000人的數字 是否少 那就絕對不是 而且移民人數的多寡 就不應該 純粹看這個數字本身 而是應該 和過往的移民人數 來比較 從2000年開始 到2019年 其實香港每年的平均 移民人數 大概 都是1萬多人左右 甚少 有一年 是超過2萬人 從香港移民 去外國 但是今年 只是說 頭五個月 已經是65,000人 這個數字 已經是相當之厲害 是幾年的總和 而且 只是計算到年中 往後的數字又如何 可能 第三季度會再回落也不一定 因為的確 有部分的家長 想趕及 在第一或第二季度移民 方便 有時間落腳 然後 幫助自己的子女 找學校 穩定了學額 就可以在下一個年度 銜接那個學業 所以 一旦開了學後 可能那些家庭移民 就會少了 但是按照這個趨勢 今年 BNO簽證過 10萬人申請 都幾乎是可以肯定達到的數字 這個數字 也是跟英國政府 所估算的 差不多 其實有一項數據都頗值得大家去留意 就是在這6萬5千宗的申請裏面 有37,500人是主申請人 27,400人是受養人 而在獲得批給的簽證人士當中 那些受養人 有七成是持有 特區護照以外的其他護照 包括了有六成七的人是持有中國護照 那就是說 有九千多人就是拿著中國護照 來申請到這個BNO簽證 到底這一幫人具有什麼背景呢 根據最新的數據公佈 其實就沒有作進一步解釋 當然就不能夠假設 拿著中國護照的 他就一定是藍絲 我覺得這個是不當預設 因為事實上 有部份拿著BNO的人士 他都是藍絲 因為當時 開放 給香港人來申請 就不分什麼政治立場 事實上 現在有很多藍絲 乘機移民 被人揭發得到 其實很多藍絲 都是口不對心 說一套做一套 口裡面就叫愛中國 實際上就移民了去英國 這幫人 如果他是不認同英國的核心價值 他是不認同民主 自由 人權 法治 公義 其實他就不應該移民去外國 反而他們就應該響應 香港政府的呼籲 就是抓緊 去大灣區發展的機遇 當然現在這幫人 似乎是相對低調 除了在機場打卡 被人斷政之外 甚至有在網路上發言 可能是為了避免惹起麻煩 接下來我們就看看另一宗消息 發生在台灣的金門院 在過去這個禮拜 台灣的海巡人員 一共接獲到有三宗 大陸偷渡案件 其中一宗發生在8月17日 有三名台灣人 從中國搭船偷渡到金門被捕 在18日 又有一名大陸人 偷渡到金門的大膽島被查獲得到 去到22日 又有一名大陸人 搭乘這個橡皮艇 偷渡到金門被捕 海巡署人員表示 金門鄰近大陸地區 對於邊境防疫管制形成極大挑戰 海巡署將會持續加強金門海域各項查緝 以維護邊境的安全 最近一名被捷獲的偷渡客 其實 他也是相當騎勵 因為根據他的供詞所說 他是想去台灣學佛 但是海巡人員對於他的供詞 是存疑的 這個人被捷獲的時候 其實是以徒手挖掌的方式 朝向金門海域的方向挖行 他被捷獲的橡皮艇 被發現再有多項的物品 包括了有蘿蔔 饅頭 瓶裝水 以及布鞋等等 這人當然是 鬼騎來啦 宣稱去學佛 實際上大陸也有學 學佛應該去西藏 怎麼會去台灣 所以 那些海巡人員 對他的供詞傳移 是相當合理的 美國有一個智庫組織 叫做2049計劃協會 就對於這些偷渡案件 提出了一個警告 他們就結合在今年4月發生的一宗橡皮艇偷渡案件 來作出警告 在今年4月30日的時候 有一個大陸的偷渡客 就是挖這個橡皮艇 從福建省的石屍市 一直渡過了台灣海峽 去到台中港的樹 是被捕的 這一名的 偷渡客 就宣稱 他的橡皮艇是淘寶逃回來的 這個美國智庫組織 就警告 由於一艘橡皮艇 或者快艇 就能夠 突襲地 登陸到台中地區 或者是金門地區 萬一大陸的特種作戰部隊 依巡 這種模式 搶佔港 港埔要地 再引渡共軍部隊上岸 恐怕會成為安全的一大缺口 他們提出 台中港 有可能是共軍進行登陸作戰最適合的地點 因為 如果從運輸的角度去觀察 登陸港口 比起沙灘更有效率 其他的港口 例如 高雄港 台北港 等等 是潛在目標 至於軍用的港口 由於防禦嚴密 在開戰之後 肯定就會成為重點空襲的目標 這個智庫就研判 軍用港口是共軍認為最難攻佔的港口 有一個智庫組織就提出了這樣的 一個警告 事實上來說 你說那些大陸客 蛙杖皮艇偷渡 當然這是非常不尋常的事件 一定要徹查清楚 究竟那個人是有什麼背景 他真正的目的是什麼 我不相信什麼學佛 或者什麼投奔自由 找來說 是不是 再加上現在大陸的經濟環境 比起以往來說是改善了不少 你說如果是 因為經濟的原因偷渡 更加 我就不認同 所以 台灣方面 都應該聽聽這些智庫組織的呼籲 就是要提高警覺才行 好了 最後我就想說一下關於 這個 垃圾徵費的問題 環境局局長黃錦升 今天出席在電台節目的時候就說 當局在考慮到本港經濟復甦的情況 以及疫情等的因素之後 就計劃在2023年 落實這個垃圾徵費 黃錦升又表示 香港是應該參考日本 韓國 和台北 實施垃圾 按量徵費的地方 在公共空間 盡量不設垃圾桶 較多接待遊客的大廈或設施 小部分會有公共的垃圾箱 並且由大廈管理者 負擔 棄置垃圾的費用 我認為他說這個建議 完全就是本末倒置 以及是擾民 大家只要留意一下 在很多郊野的地方 尤其是一些行山徑 郊野公園 現在已經是沒有自由行旅客 所以沒有得賴 根本上有部分的香港人 他本身都是無功德心的 這件事不用抵賴 事實上 香港也有賤人 大哥 不要經常 在這裡過度美化 根本上 你那些郊野公園 很多都是沒有垃圾桶 那些人是到處丟 丟口罩也有 丟膠瓶 或者是去完燒烤 到處亂丟 他一定不會帶出市區 那些人 當著口罩是有病毒的 於是 剝的時候就到處丟 這些根本上完全是污染環境的行為 你怎樣設垃圾桶 郊野公園有很多行山徑 沒有垃圾桶 就是到處丟 所以經常有些義工很熱心的去清 問題就是 如果你說在市區也不切的話 那就麻煩了 請問有多少人會有功德心呢 喂 只要有半成人是沒有功德心的 百分之五的人沒有 那已經是亂了坑的 告訴你 而且你怎樣去執法呢 在市區那裏 難道到處洞人來罰錢 有沒有可能性 這件事 而且他舉日本韓國和台北這些例子 喂 這些政府全部都是民選產生的 如果這些政府他們推行垃圾徵費 是得不到民心的 是認為他相當反感的 下一屆的選民是可以通過選票攀他下台的 那些地方有民主 香港有沒有呢 所以香港就有他特殊的情況 不是說要走去垃圾徵費 或者是減少垃圾桶 這些是有問題的 尤其是這些 垃圾徵費根本上就等同於是間接稅項 我知道有些人一聽到說 環保 搞這些垃圾徵費是有助於減少廢物的製造 減少堆填區的負擔 於是有些人就贊成 我就認為這些是盲無 就等同於在十年八年之前 凡有些政客提出要派錢 有些人就反對 又說香港那些公帑就應該用來蓋公屋 蓋醫院 蓋什麼蓋 這些全部都是廢話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贊成派錢 最好分了他 那些公帑就亂用了 等同於現在這些 垃圾徵費你不是猛人支持 雖然現在立法會已經過了 再說就只不過是發表意見 他都已經是搞硬的 但是你沒有理由支持 有什麼好支持 有什麼值得你支持 這些東西 根本上這些垃圾費 或者是膠袋稅 就是屬於間接稅 就是對於基層和窮人不利 雖然現在看來 三公斤的膠袋 現在剛剛搞的時候當然是便宜 任何東西一開波的時候都是便宜 包括消費稅都是 任何一個國家要推動消費稅的時候 它當然是百分之三百分之二開始 你看日本現在加到百分之十 你看多少地方 包括百分之十五都有 這個世界是 一開頭就後患無窮 萬劫不復 包括這些垃圾徵費都是 他以後只是會加不會減的 看不到有一個空間說會減 你現在開波三毫子 用減什麼 再減不如不要收 所以是不可能減的 而且這些稅項 大哥 這些叫收費 窮人也是收三毫子三公斤 有錢人也是三毫子三公斤 這個是不利窮人的 就等同於消費稅 為什麼我這麼反對 有些人不要盲目去說 還保 還什麼保 你收了這個費之後 到底那些垃圾會放在哪 又是一樣去堆填區 是不是 如果不是 政府要加強這個回收系統 問題就是 你回收了那些黃鋁罐 啡膠瓶之後 那又怎樣 那些廢紙鋁罐膠瓶 塑膠 是不是真的用得其所 還是回收員都還是扔去堆填區 香港有沒有建立了一個 完善的回收產業 跟大陸有沒有競爭 在價格上 這些是很多考慮的 不是一口丫說環保 他告訴你環保 你就說環保 這些人是沒有腦子的 而且香港本身 已經是收緊一件事叫做差響 凡是擁有物業的人 都要交的 這個差響 在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解散之前 差響就是用在市政支出方面 包括整街燈 或者是 做清潔 回收垃圾等等 就是用在這些方面 差響已經包了 當然現在市政局 區域市政局解散了 職責就交了去康民署 以及其他的政府部門 問題就是差響仍然是收緊的 你撥出來就已經搞定了 垃圾徵費 為什麼你又要額外再開 項目出來呢 是不是考納明目呢 大佬 這些間接稅的東西 或者是收費的東西 可免則免啊 大佬 這根本是 叫做小數怕長計 膠袋稅已經是一個例子 好在 沒有再加上去 因為現在已經不是變成膠袋稅了 是變成膠袋徵費 徵完之後 那個商戶是自己代的 現在又弄一個垃圾徵費出來 有什麼為 這些東西 只會是 開了頭 沒完沒了 好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